在很久很久以前,一只黑猩猩发现了一些散发着醉人的果香的李子,他捡起一颗仔细观察,这成熟的,令人陶醉的香味让他不由自主地吃下了一颗,接着又是一颗,根本停不下来,直到一种奇怪的感觉在身体里生疼。 世界在眼前旋转,他看到了从未见过的光景,拥有了从未拥有过的勇气,直到发现自己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光着身子醒来,他本来就光着身子,举目似望他完全不记得当初是怎么过来的。 显然,这只黑猩猩摄入了一些天然酿造的酒精。熟透的水果中所包含的糖分会吸引微生物,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酵母。 在糖分被这些酵母消耗之后,则会产生一种叫做乙醇的化合物,也就是酒类饮料中的酒精。 人们把这个过程称之为发酵。 人类具体是从什么时候接触这类饮料的? 今天仍然没有确定的答案,但可以肯定的是,公元前七千年的中国就已经有人在酿酒了。 科学家在这个时期的中国陶器中发现了油米、粒、葡萄和蜂蜜所制作的酒精饮料。 事实上,全世界人都不约而同的先后开始发酵各种各样的酒精饮料。 古美索不达米亚人和埃及人用古物制造啤酒,并把这种啤酒变成了全民饮品。 当地的工人们甚至每天都会获得定量的配给。 当然,他们也制造红酒,但是由于当地的气候对于种植葡萄来说不是很理想。 红酒则成为了一种稀有并且昂贵的美味佳肴。 仅供少数身份显赫的人饮用,正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。 在希腊和罗马,种植葡萄相对来说要容易许多。 这里的红酒就像是埃及的啤酒一样唾手可得。 因为酵母这个不挑食的家伙几乎可以发酵任何一种植物糖。 所以古代人往往选用当地的作物和植物酿酒。 南美洲的人用古物制作及开酒。 墨西哥地区也有用仙人掌制制作的普尔克。 而东非人会酿枣香蕉和棕榈啤酒。 当然也少不了用米制作的日本清酒。 几乎所有的地区都在酿酒。 这种饮料也逐渐成为了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。 一些人开始宣扬酒对健康的好处。 希腊的内科医生认为红酒有助于健康。 会建议病人饮酒。 诗人则认为酒可以激发人们的创造力。 于是左手用酒杯化浓,右手用米化彩虹。 但同时期的一些哲学家却持有相反的观点。 他们提倡更有节制饮酒。 在欧洲,早期的犹太和基督教读家们将红酒与仪式结合。 但他们普遍认为酗酒是一种罪过。 在中东、非洲和西班牙。 伊斯兰教反对醉酒祈祷的教条, 逐渐演变成了全民禁止饮酒的禁令。 古代发酵饮品中的酒精浓度普遍都比较低。 因为这些野生的酵母所产生的副产品在达到13度左右时, 会因为浓度逐渐升高反过来杀死这些酵母。 当酵母死亡,发酵也会停止。 酒精浓度自然就上不去了。 数千年的时间里, 人们都在饮用这些低酒精度的发酵饮料。 直到蒸馏技术问世, 九世纪的一些阿拉伯文献中, 描述了主沸发酵液体使酒精蒸发出来的过程。 因为酒精的沸点比水低, 所以它们会先被蒸发出来。 这些蒸汽被收集、冷却之后, 就有了高浓度的液体酒精。 一开始人们把这些蒸馏出来酒精用作医疗用途, 给病人饮用。 后来,因为其不易变质的特性, 迅速地成为了重要的贸易商品。 欧洲在加勒比海殖民地酿造的狼母酒, 成为了水手的主要饮品一路销往北美。 这些欧洲人也把白蓝地和杜松子酒带到了非洲, 用于交换奴隶和土地, 以及棕榈油和橡胶之类的商品。 列酒在这些地区甚至可以当作货币使用。 在大航海时代, 从欧洲到美洲以及东亚的航行往往需要几个月的时间, 为了保证携带的水不会变质。 船员会在桶装水中加入白蓝地, 从而使这些水拥有了更长的保质期。 因为酒精也是一种可以杀死有害微生物的防腐剂。 直到15世纪, 酒精从只是让一些动物变得昏昏沉沉, 变成了能够促进全球贸易与探索的燃料。 今天,酒精也在医疗健康等领域发挥着越来越多的作用, 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, 它在我们的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也会越来越复杂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